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二题 Part 2 提问问题 第二题其实是四道题里面 我最喜欢那道题 因为第二题的话 真的真的真的 完全是在考察什么呢 口语 我想说第二题的形式 我们刚讲过 别人问个问题你回答 那你回答到底是否正确与否呢 就跟你的口语能力相关 别人问你你多大了 你说我住在北京 你就说明你这脑子有问题 对不对 但第二题的选项里面 确实有这样的答案 选错的话只能说明你口语还是比较烂 当然第二题它不考上你口语的发音了 只要关键是考上你口语的思维 关于口语的课程的话 我有很多希望将来的话 能跟你一起进行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 命题形式共有30段 包含问题与回答的录音 每个问题后面有三个回答 考生必须选出最佳回答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题目的话 根本都没有任何的标 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问题你也听不见 问题你也不用看 答语的话也不用看 全部都是听的 所以直接就选就可以了 在这个考件上出现是这么一个形式 一共是30段题目 那么录音报的时间只有60秒 相当短 每道题间隔的话是5秒的时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你听到的 这些都是你听到的内容 注意啊 这些全部都是你听到的内容 你看不到任何内容 第二道题 第一道题还能看到个图 第二道题的话 什么内容都看不到 三四题的话 你倒是可以看到一些选项 但是第二题呢 什么都没有 好 你听的是这个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你想要点什么呢 也就是你想要点什么 吃的喝的呢 好 I would like to go swimming 我想去游泳 人家问你想来点什么 想吃点什么 你说你想去游泳 不行 注意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就是你想要点什么 你要改成 这个答案的话 应该是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你想做点什么 你说I would like to go swimming 也可以说得过去 第二个 No thanks I've had enough 谢谢 我已经有这个这个这个 吃够了 No thanks I've had enough 那么虽然想 Chicken salad Please 我想来点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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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鸡肉沙拉 所以说这道题 你要选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选的话 完全就是选的这个C Chicken salad Please 我想要一点这个鸡肉沙拉 那为什么你说老师不选B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像这道题的话 我们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一般都是服务员问你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直接说Chicken salad Please 我想要这个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 你朋友问你的话 可能Would you like to do something else 你说不用了 No thanks I've had enough 我已经有足够了 所以你发现啊 他跟我们的口语场景的话 非常的贴切 你一定要分析清楚 他的这个原理才可以 否则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选错 很多人话这道题 可能就会选B 他说你想要点什么 你说不不不不 谢谢 我已经够了 那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朋友这件事问 但他这个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一般是比较 严格的这个 点餐时的用具 所以你直接说 Chicken salad please 洗手沙拉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 提问问题时的 时代的分析 包括这个问题 这个内容的分析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问题的方式 特殊疑问句 也就是What Where When How 这些疑问句比较多 38% 一般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是什么呢 就是回答Yes or No 这类句型的话 是19% 乘数句来直接提问 就是Jim is going 你接下一句的话 是占的是10% 乘数句的话 就整个已经句号结束 下面两个是 以问号结束 乘数句 在这里 我们看 占了14% 那么反应疑问句的话 占10% 什么叫反应疑问句 大家肯定都学过 就是 She is coming 这个我们都学过 对吧 好 那么否定疑问句的话 就是 She isn't coming Right 直接加right就可以了 最后选择疑问句 就是Which one do you choose A or B 这个情况 最后阵阶疑问句的话 它其实没有直接问 而是阵阶去问 那么这种情况都比较少 相应占的是 9% 7% 和3% 当然这么说数据的话 你可能还是有点晕 不急 我们等会还会进行 更详细的分析 每一个的问题 是怎么去出的 以及如何去回答 那么特殊疑问句的细节分析 那么特殊疑问句就是 我们的这个 one where how why 这点疑问句 那么如果出现特殊疑问句 它哪些又会问的比较多 哪些又会问的比较少呢 我们的where打头疑问句 问的是比较多的 就是问这个地点位置的 那么what紧接着16% how的话16% one的话16% why16% who占15% 最后which占4% 所以你发现 除了which以外 其他部分的话 都是非常接近的 每部分题目的话 都问的比较多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正确答案的形式分析 直接回答的 占75% 所以我们发现 直接回答的 这个题目答案的话 会多一些 间谍回答办19% 而用不知道回答的 占6% 那在这里的话 我有心提示一下 用不知道间谍回答的 之所以占6% 是在于 它选项当中 很少出现 这个不知道这个选项 但一般如果出现了 不知道这个选项呢 90%以上的情况就是 你就选那项就可以了 因为不知道 是回答所有问题的 一个答法 如果它在选项里面 出现了不知道 你就选它 原因在于 我问你 比如说问个where的问题 你知道这个大巴车 车站在哪吗 说不知道 这个答案完全合理 对不对 问一个what的问题 你今天想吃什么 what do you have no idea 我也不知道该吃什么 你发现 只要出现了不知道 任何问题都可以回答 所以一般来讲呢 我们之后做题会发现 只要这个ABC选项里面 有I don't know 或者I don't know what to do 这个选项 一般你选它就不会错 因为不知道 总是一个可以的答案 对不对 那之所以为什么 这里用不知道回答的 只占6%呢 是因为它出题者 会不给你这个选项 就是三个选项里面 不会出现这个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to do 这个选项 这样的话 从而提升 这个题目的难度 因为如果每一道题 都可以用不知道回答 而且都出了不知道 这个选项 那这题目就答起来 太简单了 对吧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说出现了不知道 就果断的选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时候不出现 所以我们还是得去分析 所以我们还是靠真材实学吧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题目应该如何去 相应的回答 并且它一般会出 什么样形式的题目 好 第一个 特殊疑问句 出题评论比较高 我们一个一个分析 从户开始分析 问谁的这种问题 Who's in charge of employee safety in this factory 谁负责我们 employee 指的是员工的安全 saving this factory 谁来负责这个 公司员工安全呢 the plant manager 就是我们这个厂房主任 the plant 就是厂房的意思了 好 那么出现户的问题的时候 肯定最直接的答案的话 就直接去找人 出现了人的选项的话 一般就是这个答案 但有些时候 它也会比较怪 像比如说这个 Who supplies parts that we use for our computers 那谁来负责提供 parts 我们的部件 that we use for our computers 用来 我们这个用来 组装电脑的部件呢 好 注意这儿的回答是 they are important from Asia 这也是一个合理单 但注意 这里的they 其实不是人了 而指的是这个parts的意思 就是这一部分东西 是从亚洲运过来的 那你发现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就是 谁负责我们公司的 这个电脑零件的运输呢 这部分零件 是来自于亚洲的 那貌似 主意问的是谁 那回答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回答谁 对不对 它回答的是这个答案 这个部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这是属于一种 直接间接的回答 它是直接回答的问题 但它又不是 直接的说的是谁 而它说的是 间接的这个物品 从来来的 所以如果说是 完全直接的回答呢 就应该是 the workers from the Asia supplies the parts that we use for our computers 就是亚洲的员工 或者亚洲的公司 或者亚洲是什么怎么样 他们提供 但这个的话 它进行了一个语序的转换 所以听的时候 还是很关键 好 接下来 one的一问句 问时间的 when can I get the results of my checkup 我什么时候会拿到我这个检查的结果 checkup检查 We will call you within a week 这里有明确的表示时间的 one的题目 一定要找到关于时间的内容 就是我们会在一周内 给你打电话的 他这个人可能做了某一个检查 所以需要了解这个情况 那他说了 在一周内你就会知道 那么第二个 one is a train supposed to arrive 这个列车会什么时候到达 be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 在什么时候能到达 any minute now 直接的回答就是 任何的时间 任何时候都有可能 就非常像这个北京的地铁 什么时候都能到 对不对 那么间接的回答就是 it's printed on your ticket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 就在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车票上打印着呢 你赶紧去看一下 你发现 这个第二个答案的话 它并没有告诉你 任何的时间 也没有明确的出现 跟时间有关词 什么minute啊 或者说是one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它还是个正确的答案 是因为它是间接的回答 哎 这个玩意在你车票上 所以我说呀 还是你真正的 有一定的这个交流的 基本的意识 你才可以把这道题答对 啊 间接回答也是可以的 好 接下来下一个 where开始的疑问句 where can I find the menu for this fax machine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 menu 这里指的是这个操作手册啊 或者说可以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呃 打印手册 操作手册 可以这么讲吧 for the fax machine 指的是这个 呃 快递 打快递的这个机器啊 have you checked the reference section 啊 你是否查过reference 这里指的是呃 咨询处啊 所以他问的是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fax machine的手册啊 那他就再反映一个疑问句说 呃 你是否有查过那里呢 说白了就是 假设我在哪能找到这个 你能告诉我在哪能找到这个笔 或者说我的笔在哪里你知道吗 哎 你是否有查过你的卧室呢 这是不是也是个回答呀 一个疑问句来回答另外一个疑问句 属于间接回答的一种啊 所以说一定要听听 好 那么 那么下一个 where would jane want me to put these files jane希望我把这些这个文件放在哪里呢 好 直接的回答可以是 on her desk would be fine 直接放到他的这个桌子上 那么间接回答 you'd better ask her assistant 这一属力 I don't know 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情况 那你最好问一下他的这个助理啊 那么这个答案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每道题都看一下 他直接回答和间接回答的方式 那么答题的时候的话会 呃 变得更加这个自如一些 但是还是需要自己去分析啊 好 下一个 why开头的疑问句 那么注意了 就是在问原因了 那么大家最最最最最 简单最基础的想法就是 老师出现了why就直接选because嘛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是有逻辑啊 牛头对马嘴才行啊 我们之后也会出现一些题目啊 在我讲这套我们这个模拟题的时候 大家要直接去听 有很多答案 它是有because开头 但它并没有回答问题的真正的缘由啊 所以还是以听真正的听听听懂为主啊 why didn't you tell me you'd gotten a promotion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获得了一个进身啊 got或者 gotten都可以 a promotion 进身 I just found out myself 啊 就是我刚刚才发现啊 这里应该直接是 呃 这个惊叹好了不是问号 我刚我刚才自己发现 所以说我我哪有时间告诉你啊 啊 这属于这个I don't know 类型的回答啊 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啊 因为我刚才哪知道 why are you still in bed at noon on Tuesday 为什么你周二中午还在床上 I'm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be under the weather 指的是不太舒服啊 我也不太舒服 所以躺上去了 你发现两个答案的话 都没有用because 都没有用because 但它其实都是正确的回答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好 接下来 how的英文句的话很有意思 因为它可以问很多不同的方面 首先第一可以问手段 比如说 how do you start this computer 如何来开这个电脑 啊 我们有些人的话 可能电脑知识比较缺乏 开电脑也不太会 那他就问你了 如何开这个电脑呢 那么如何的问题 我们就直接回答它的 the way 是回答它的方法 那回答这个方法内容的话 就是press the green button 按这个绿色的键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好 那么下一个叫做 how did you like that presentation Jerry just gave 那么这里的话 问的是一个状态 或者说对某个事情的看法 你认为刚才Jerry给的 这个presentation怎么样 那你接下来回答就是 well it was rather confusing wasn't it 又有一个反应语文 就来回家了 他说这个 他的这个presentation呀 相当的rather confusing 是令人迷惑的 说白了就是 他的逻辑不太清奇 听不太懂 你就可以说 it was rather confusing 听起来不太懂 不太明白 wasn't it 不是吗 这也是一个回答 问他对某个事物的 这个状态的一个评价 下面一个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send it by express 这个玩意儿 用这个快递去技术 去需要花多少钱 这是表示程度的 how much 是表示钱 当然how long how fast 都有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回答就是 three times of the regular price 就是原有正常价格的三倍 three times of the regular price 这就是我们这个回答 所以你发现how开始的语文句呀 有很多种回答的方式 我们必须底是把每一个的语法结构 了解清楚以后 再进行回答 好 那么what 语文句开始的问题 包括 what should I do with these books 这些书我应该怎么办 I'm not sure Let me check 这是属于I don't know 类型的回答 我不确定 来让我看一下 到底应该怎么办 I will get someone to help you 这也是个间接的回答 就是我来找人去帮助你 他没有直接告诉你 应该把这些书怎么办 比如说放那儿啊 比如说读啊 或者烧了什么的 但是告诉你一个 某种解决的方式 好 接下来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is copy machine 这个电脑 这个复印机 它是怎么了 what's out of papers 它没有纸张了 这是我们一般回答的一个方式 第三个 what made you so late for the meeting 这里问原因 也是问why I was stuck in traffic 我被这个车挡住了 当然这指的是 交通的话非常堵 所以what类型的问题的话 有很多种 它跟how一样 问的这个方式的话 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 真正的理解它的内容 接下来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看的全部都是特殊疑问句 注意特殊疑问句的话 就是要回答很长的 很长的一个一句话 而且必须地保证 真正能答应 那么我们用yes no回答 但一般为这一般疑问句 那么它答起来 很多人觉得 yes no肯定很简单嘛 注意啊 也不一定 有些时候它可能会出现 直接表示yes no的词 但有些时候它可能不出现 有另外的方式 最关键的是呢 有些反应疑问句 可能会让你脑子有些绕 我们来把它绕清楚 第一个 一般疑问句 Is it true that Sean 这里是Sean Got to the promotion Got to the promotion Sean拿到这个事实 拿到这个 升值是真的吗 Yes And a big raise To grow with it 是的 这个事绝对是真的 And a big raise Big raise 这里指的是非常大的 这个掌心 To go with it 他也获得了很大的掌心 对吧 让人羡慕 Did Rachel get that promotion She was hoping for No Rachel 拿到了他的想要的 或的精神吗 No They gave it to someone With more experience 并没有他们给 把这个promotion 把这个精神给了 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的话 今天也更加充足 下一个 Has Jake Jack returned from his Overseas business trip Yet 这个Jack 他回来了吗 I run into him in the lobby 注意这里就是 审略yes的情况下了 I run into somebody 指的是 这个刚好撞见某人 I run into somebody Running to somebody 我昨天刚好在 Lobby 就是大厅撞见了他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已经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回答yes no 的情况 确实他可能会 审略yes no 一定要注意 只要是逻辑上 说的最过去的 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 Are there any tickets available for today's show 今天的话 还有没有票 available available 指的是可以卖的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演出 还有没有票了呢 Sorry they were all sold out 注意no也省略了 他本来应该说 no sorry 但是呢 我们这个sorry的话 也有这个反应的 否定的意思 那就是sorry they all sold out 抱歉这些票 确实都卖完了 您是很想来 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 这就是 yes no 回答的方法 有些时候会省略 那么接下来 更麻烦了 就是这个否定英文句了 Don't you need to order refreshments for the party 这里表示一个建议和提醒 一般否定英文句的话 都是表示建议或者提醒 难道不应该 need to don't you need to order 订一些refreshments 指的是这个 饮料 for the party 难道你不应该问这个 派的订一些饮料吗 好 no Wandy is taking care of it 不用了 因为Wandy的话 他会把这个事搞定的 take care of something 指的是搞尽某事 take care of somebody 指的是照顾某人 take care of something take care of somebody 好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中文的一个逻辑 就是否定英文句 包括之后的反应英文句 一定要注意逻辑 就比如说 这个话 如果你执行中文的话 就是你难道说 你不应该买一点 这个礼物吗 这个水吗 然后他那个 这里回答着no的话 其实就是我不用买 Wandy is taking care of it 那其实他翻译成中文也有 yes 我是要买 但是Wandy已经去 已经搞定了 所以我也不用做我这件事 所以说 英文当中的yes no 在翻译成中文当中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 他的yes no和是和否 不一定完全对应 这一点的话 在我们的反应英文句当中 体现得更明显一些 否定英文句 有些时候也会涉及 我们继续往下看 之后看到了 跟大家再详说 Shouldn't we go with another shipping company 我们为什么不跟其他的一个 我们不应该是跟 另外一个这个海音公司合作吗 或者说是跟他们在一起吗 Let's compare the price 好这里呢 他就没有回答yes no了 只是暂时的保留意见的 间接回答 我们来对比一下价格 最后来确定一下 跟哪一个这个公司合作 那么这里刚刚我说 那个yes no 不等价的概念 在这个翻译英文句提现比较多 You wouldn't happen to know when Mr.Smith will come Would you 你不会刚好知道 happen to do something 刚好怎么怎么样 刚好知道某事 刚好做某事 happen to do something 那么刚才rounding two 指的是巧遇某人 那这里的话是刚好 你不会刚好知道 史密斯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吧 好 注意这里 你不会 所以不 那翻译成中文的话 不 其实我会 对吧 不 我知道 你不知道 对吗 不 我知道 好 那么这个 很多中国同学翻译的话 就变成了no I know 其实不是了 应该是yes he will be around three he will be around three 他三点钟刚好就过来 所以这个翻译英文句啊 我们汪老师肯定也讲过 在这里再强调一下 只能出现 yes I am 或者 no I'm not 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比如说 再说一遍 你说Ailey 你不是个女的 对吗 那我回答应该是什么呀 对 你不是个女的 那这句话用英文来说 Ailey 你不是个女的 对吗 我会回答的是 之后那个对吗 的回答 我直接说对 我不是个女的 那翻译成英文的话 这里的对要改成no No I'm not a girl 而不是yes I'm not a girl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英文当中 答语的里面的 这个逻辑 必须底是一致的 不像中文 中文我说 是的 我不是个女孩 不能是这样 我必须底是 这个答语当中的两个 前面一句话 后面一句话 这个逻辑是一样 就是no I'm not a girl yes I'm a girl 那翻译成中文的话 就是有一定的差别 明白了吗 我再说一下 就是Ailey 你不是个女孩 对吗 是啊 我不是个女孩 注意是啊 我不是个女孩 是不是 一个是正 一个是负 那是英文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说Ailey you are not a girl right No I'm not a girl 不是yes I'm not a girl 是no I'm not a girl 明白了吗 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开始要唱歌了 所以千万不要出现 这个yes I'm not 和no I am 这种情况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You have read The new novel by James Kim haven't you 你已经念了 这个James Kim的新书 不是吗 这个时候 你就说 省略了no了 No I haven't had the time 没有我没时间去念 所以说就直接 是省略了no 明白了吧 如果前面加个yes I haven't had the time 这就是错了 好 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选择一文句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而且它很多时候的话 是以静洁的表达 Would you rather take a bus or walk 你是希望坐大巴车呢 还是想多走几步 好 那么I wouldn't mind getting a little exercise 好 你看一个静洁的回答 我不建议 I wouldn't mind wouldn't mind干什么呢 getting a little exercise 我不介意的话 做点运动 好 那什么算做运动呢 那肯定是走路啊 算做运动 当然女学生说 老师其实不是在 大城市里面 挤公交车 也是各种运动 什么体操啊 柔道啊 这个的结合体 我们在这里 不考虑这种情况 就人之常情 我们知道 走路的运动量 比坐公交车 要稍微大一些 所以说选择是 这个答案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们平时也要学会使用 I'd rather drive my car A or B 既不是A 也不是B 而是C 也是一种回答的方式 那么这两个答案 都可以选 它可以出现两道题 你到底是喜欢 走路还是坐公交 我还是开车算了 也是可以 对吗 好 所以Wish的题目的话 很有意思 Do you have any number or should I write it down for you Do you have my number or should I write it down for you 你是否有我的号 或者我是否应该给你写下来 也是A or B I have your business card here 我有你的这个明信片 所以说你也不用写了 也是个比较间接的回答 Can I pay by credit card Or do I have to pay by cash 我到底是能否用 我的这个信用卡 这个付钱呢 还是说我必须理用现金付账 Either is fine 两个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又是一个 这个Boss的回答 所以Wish的题目的话 选择一文句很少说 就回答一个 否则太简单了 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往下 最后陈数据 陈数据的类型的话 也很有意思 打起来的话就更有难度了 新拖曳中增加 最多就是陈数据 陈数据和其他一文句不同 没有简简地回答形式 所以就需要你的口语的 这个能力比较强才行 I've forgotten how often the newsletter comes out 我忘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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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函或者说是这个 新闻信函 多久出现一次 It's published quarterly 好它是quaterally 这指的是按季度来切分的 所以说这个玩意的话是 每四个季度 每三个月发一次 so you how often 相对的回答 quaterally 就是指的是how often了 好下一个 the construction work outside is making so much noise 外面的活动的话 真的 导致上了很大的噪音 那这个时候 你如何接对方的话呢 maybe we should close the windows 我们应该把这窗户关了 这其实这个呀 说实话 新拖曳里面 它越来越考察能力了 你说这个东西 真的有固定一套解题的方法吗 还真的悬 如果真理人告诉你的话 我认为它是完全低估了 拖曳出力者的智商 人家智商还是很高的 它其实就是在 考察你的扣语当中的 这个语言的运用策略 这个习得能力 所以多去说 如果你扣语还是比较烂呢 我建议你在网上可以查一下 酷爱英语之口语练习法 我专门讲了一个三十分钟的课程 告诉你口语为什么不好 以及如何去提升 如果能把这个方法真正学会了呢 我相信口语提升会比较快 我们的part two部分的话 你也是答得会越来越好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就不赘述了 好 继续往下 I guess we already passed Helen's place 我猜我们已经这个 经过了这个Helen的家 Helen's place 这就是家 No still a few blocks up ahead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谁跟你说的 它其实还有几条街呢 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过 你发现这些的话 都是陈述句 如何去揭话 真的是口语的基本功底 需要提高 那么最后一个 是刚才我们这里讲的 建议提议和请求的疑问句 比如说 Why don't you How about Could you Can you Would you Do you mind 这类的 那么这类的回答的话 其实我记得 我们在高考的时候 高考的语法题里面 有很多类似的题目 大家可能做熟的话 这部分的话 是不是很难的 比如说 Why don't you put Your resume At Why don't you Put your resume At Jane's company 这个A的话 就不用加了这里 Why don't you Put your resume At Jane's company 为什么把你的 这个简历放到 这个Jane的 这个公司呢 That's a good idea 这指的是 这个确实是好容易 It doesn't pay enough 那这个的话 在这里就不能选了 因为跟 它的答案 没有相对应的 所以我们直接说 That's a good idea 今天晚上你能带我回家吗 Sure When should I pick you up Actually I didn't bring my car today 这两个话都可以去使用 第一个就是 我没问题 我什么时候去接你 第二个 Actually I didn't bring my car today 那么一般来说 这种建议啊 提议的疑问 请求疑问句 它归根结底 最后的话 回答的思路肯定是两个 要么是接受对方的建议 要么是拒绝 或者说是再思考一下 对方的建议 所以你看哪一个 能最缺缺的表达 这个意思 但像这种 牛托不对马嘴的 It doesn't pay enough 白鑫跟这个建议 扯不上任何关系的 逻辑上有问题的 就不能选择 所以第二题 真的很有意思 第一题和第二题啊 我认为是 托位题目的 一个一大特色 其他考试的话 是不怎么考 第一题和第二题的 也是大家真实的语言 能力运用的一个 比较好的体现 如果第一题第二题 能做好呢 将来无论在国内 还是国外 这种一般的生活场景的话 都可以用